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攻入23球 在法夫二的直角下 或许菲利普会被安排在凸显的位置 在美国行多特蒙德尔钻飞卡的比赛中 菲利普曾经没开而渡 另外上个赛季菲利普的效率也非常高 他在20场德加比赛中攻入9球 菲利普并不是传统的进去内高中风 他能变能中跑位灵活 速度快 反击能力强 技术出色 时长拉边 菲利普的特点非常适合法夫尔的要求 之前法夫尔特意强调了 自己对反击的看重 我们希望踢得聪明一些 希望高累压迫 然后我们必须要去反击 这是很重要的 一支不会反击的球队 不是一支优秀的球队 与菲利普组合风险搭档的 有可能是多特蒙德的头号球星小火箭罗伊斯 罗伊斯之前曾经在法夫尔执教的门星队中如雨得水 法夫尔要求的反击打法 非常适合罗伊斯的特点 2011-12赛季 罗伊斯为门星攻入18球 并获得了当年的德国足球先生 另外法夫尔的体系下快速的边风非常重要 门星曾经的边风群小阿扎尔 赫尔曼 哈恩 约翰逊 克拉奥雷等人都有过出彩的表现 在如今的多特蒙德阵中 有足够的优秀边风供法夫尔使用 普利西奇 新云沃尔夫 桑桥以及足界回归的拉尔森都实力出色 鉴于法夫尔的攻击体系 德国媒体突片报分析 或许多特蒙德将棒气球构上赛季曾足界效力的巴舒亚伊 因为巴舒亚伊的风格更类似禁区内的传统中风 并不是非常符合法夫尔对攻击行球员的要求 巴舒亚伊上赛季足界多特蒙德时表现出色 十场德亚比赛中攻入气球 同时据报道 多特蒙德目间依然希望引入快速灵活的攻击手 因潮水晶宫的科特迪瓦攻击手扎哈是多特蒙德的演员目标 扎哈的特点是快速 灵活 擅长突破 很符合法夫尔的要求 不过水晶宫方面对扎哈的要价接近4000万欧元 出局者CM免责声明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供典和立场